最近消息犯下了杀人未遂罪的简姓逃犯 这一路逃从新庄用假名假电话想应征临时工 上工隔天领钱签名 一个不小心就签出了本名 而遭到雇主察觉不对劲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犯下杀人未遂罪的简姓逃犯 他在逃亡的第二天 徒步从基隆走到了南新庄 而且他还在南新庄这边 看到一间人力仲介公司之后 直接走进去里面应征 但是应征上面 他除了他填自己的专长是勤奋之外 包括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电话 通通都是假的 而雇主也坦言 在隔天的确察觉到了不对劲 到底是怎么状况 马上带您听稍早说明 应征的时候 他是写那个假名 那我们不知道他是通缉官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他写假名 那第二天来做的时候 他是可能是落线了 写他自己的真名 那第二天我刚好看新闻的时候 他名字怎么会简易 我们就跟他写的名字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 电话我打是不会通 所以我顺便打他电话 我试试看他会不会通 就没有通 好 简心逃犯一共在这边 打零工打了两天 他从早上八点出门开始上班之后 到下午五点就会回到公司里面 还有领钱 每天的薪资是1465元 而雇主也坦诚 他在这两天表现工作都是相当正常的 通通都没有异状 所以包括是雇主 还有他的室友 其实都不知道他有这个逃犯的身份 是知道了隔天他上工的第二天 因为领钱的时候不小心写出了真名 还有加上他的电话也发现通通都是空号 因此雇主也有起疑 而他在入住员工宿舍的第二天晚上 就因为倒垃圾立刻被埋伏的远警认出来 立刻上门待人 以上是我们现场掌握的最新 再把时间交还给同类